我吃了 我胆子蛮大的 胆子就是好吃 这几天来张先生很是兴奋 直呼自己要发财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来到张先生家就听他说自己这两天获得了一个了不得的宝贝 这价值更是不得了 竟然高达百万元 就连买家都找好了 这可把记者好奇坏了 到底是何宝物如此价值连城 记者联盟让他拿出来长长眼 你还别说 这张先生竟然还卖起了关子 闭口不言 居然招呼记者喝起汤来 还说这秘密就在这碗汤中 这可把记者吓坏了 难不成张先生这发财的路子 就是要把自己迷晕 索要赎金不成 但想想自己身无一物 又是两个人一起来的 于是就大胆地喝了一碗 你还别说 这汤色泽金黄 很是有人 味道更是鲜美无比 这汤喝了就赶紧办正事吧 于是记者连忙问起宝贝之事 然而张先生接下来的话却把记者吓得猛然一机灵 张先生说自己平时很注重养生 前几天自己闲来无事就把自己足足养了五年的老母鸡宰了 准备好好炖鱼锅 十全大骨汤 可是令他惊奇的事情出现了 没想到这鸡肚子里竟然还有这一些奇怪的东西 洗干净了拿到鼻下闻一闻 竟然还有一股清香味 这到底是个啥 难不成这老母鸡得了癌症 张先生满脑袋问号 看着肥美的老母鸡扔了实在是可惜 于是张先生赶忙上网查了查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呀 在看了张先生提供的照片之后 一位来自西安的网友说 这玩意儿竟然是传说中的鸡宝 对方号称自己专门收购各种名贵物品 这个东西他很是喜欢 这给的价格和条件更是让张先生心动不已 那几千块钱一克 几万块钱一克的都有啊 那价格这个不等 这个呢 整个流程上边有文字的方式给你发了啊 三到四个小时就可以 看着手里两百多克的金疙瘩 一旦鉴定是真的 这可是上百万的巨款呀 面对这即将倒数的意外之才 这可把张先生高兴坏了 但想想这几年来对各种骗局的报道 于是不放心的张先生决定向媒体求助 想想刚刚自己喝下的一大堆钞票 记者呀是既心疼又感到幸运 这俗话说吃人嘴短男人手短 于是记者连忙找来一位专家帮忙 这个我的判断基本上就是一种鸡里面的一种病理的一种产物 我觉得我们有些民间叫它叫做鸡宝 比如说我们牛里面也有一些节制 我们叫它牛宝 马里面也有节制就是马宝 经过仔细观察呀 专家表明这东西还真的就是鸡宝 但是这具体价值却不好估量 据专家所说这鸡宝虽说也是宝 但却和牛宝也就是牛黄不一样 也没有明确具体使用价值 这价格也多以民间炒作为主 这张先生的发财梦也许可能要跑汤了呀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啊再见